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奶奶托我做的 我当然照办了 以后我会常来的 真鱼啊 这酒是李洁亲自给你带来的 而且亲自给你针上的 你怎么连碰都不碰啊 多没礼貌啊 来 我一会儿还要开车送奶奶回去呢 不用了 待会儿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来呀 快呀 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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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长 大哥 你真在这儿睡着了 看你瘦的 李一龙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早点过来 他说你有可能会在这里 没想到你真在这儿睡着了 他猜对了 真是的 快拿出来了 快吃吧 快吃吧 来来 我们给你带了一些早餐 那还有呢 这是咸菜 这是粥 谢谢 赶紧吃吧 工作狂小姐 我们早就吃过了 艾琳 这是你做的吗 这是你做的吗 太棒了 完全想不到 我真的看不出来这是咱们自己的商场了 你好厉害呀 非常专业 真的非常酷 非常酷 谢谢 明早要举行开业典礼的话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不用 有你这句话我已经很感激了 谢谢 太客气了 对了 那我们赶紧走吧 你赶快吃早餐啊 好 走了 拜拜 拜拜 一定能如期顽固 当然要那么做了 欣杨 有偷偷药吗 有 是不是工程太费审了呀 不是因为工程的事 可能是 昨天晚上和振宇的奶奶 一起到振宇的公寓 喝了杯葡萄酒 可能我喝多了 我去吃药 好 马上回来 总监的奶奶对李经理真是宠爱有加 订婚仪式也破在眉睫了 真是太好了 就算张胜爱的是你悬炼 我也不在乎 反正我只是个空客 妈妈 爸爸和黎龙 也只是表面上是我的家人 反正我只把这空客 或者 就算是张胜的空客 我也要 只要我爱他就可以了 只要我对张胜的一片痴心不是空客 是真的 是真的 昨天没能守约真是对不起啊 突然有点急事 你身体还好吗 累不累啊 我没事 挺好的 昨天你留在那儿的食物我吃了 很好吃 谢谢 好吃就好 工程已经结束了吗 刚刚结束 那我们一赌为快 现在看啊 那明天看什么呀 还是明天再看吧 我会拭目以待的 不要期待太多 一点就好了 你先要说的 你先要说的 挺昏的士气 我不应该信以为真吧 姥姥 张生说过 那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我应该相信他对吧 这样行吗 朗朗 我应该相信他的对吧 那么装修工程竣工的现场就要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李姐 你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这个 工程没有结束 开幕典礼完全可以推迟 我接到了报告说都城已经圆满军功了 所以才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了开幕仪式 真是很抱歉 薛安莲小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都城就圆满军功了吗 怎么现在是这个样子 对不起 这次装修工程 完全是由总务部监督进行的 我作为经理 我将全项负责 李杰说得对 这件事情就是应该由主管领导负责 我会尽快递交辞职报告 并且离开蓝色港湾 那个从一开始就由薛安莲小姐主动承担并进行了此项工程 李杰经理为了授权给薛安莲小姐还把她提升为主管 对 公平地来讲 这件事情不该是李杰经理 而应该由薛安莲主管负全责才对 让薛安莲小姐提交辞呈 此事就可以了结了吧 好 就这么定了吧 向薛安莲通知此项决定 并让她辞职吧 你凭什么从我未来的未婚夫家出来 还让她把你抱在怀里 薛安莲主管作为这个工程的负责人 工程没有按照原定计划执行的时候 完全是你的责任 这给你清楚吧 是 像这样搞破坏 换了别人 肯定会向你索赔 损失了全部工程费用 让你辞职就了结此事 你应该感到庆幸才对 不行 我不能辞职的 有什么不能的 我昨天晚上离开商店的时候 所有工程都是按照计划完成的 可是今天真的不是我弄的 请你相信我不是我搞砸的 姐姐把工程搞砸了 恐怕又在碍训呢 此事副总裁副总经理还有总监 都已经达成了共识 限你今天之内递交辞呈 然后悄悄走人 如果你不想一个人自掏腰包的话 你别想再撒谎 我用我的眼睛 清清楚楚地看到 我不想撒谎 我是因为做终点工 所以才会去振宇的公寓的 我是去打扫卫生 什么 做终点工 你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是你 又再也不要去了 下不为例 我知道我以后不会再去了 可是这次请你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搞砸的 我不能辞职啊 事情就这么定了 请你马上离开公司 还有 你自己说过的话 请你信守承诺 如果你再去振宇的公寓的话 到时候不是我 而是振宇的奶奶 我会轻易放过你的 李杰经理 求你了 我不能辞职 我说过的话 你好好记住 李杰经理 求求你 我真的不能辞职 别碰他 别碰他 郑女 你别碰他 别碰他 走 别碰他 远程远一点 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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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湛羽 你清醒点了吗 震宇 震宇 你能看清楚我吗 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 这是哪儿 是医院 差点出了大事 是怎么回事 是模特衣架掉下来砸到了你 头部都出血了 不过还好 刚才到急诊室很快就处理好了 一方万一又做了几项检查 办完的时候就能出结果 检查结果那么快就能出来 医院的院长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他看我那么担心 所以就破例做了这件事情 我好像没什么问题 白白拖了人情了 可是 模特价为什么会突然掉下来呢 那个 我跟徐远连小姐说 让她递交辞成 然后徐远连小姐说她 不能这么做 情绪特别激动 大喊大叫 还一边把我推倒在地 并用 模特一下来砸我 我就摔倒了 如果没有摔倒的话 模特一下也不会掉下来 徐连小姐真的那么做了吗 她好像疯了似的 如果当时周围要是有一个人 我也能向她求救啊 你不知道 当时有多恐怖 你是不是疯了 把工程搞得一塌糊涂还不够 还害得总监受了伤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总监他还好吗 住嘴 你有什么资格关心总监啊 赶快滚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 我没事儿 你们没有听说总监的消息吗 总部部也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你说总部气久不打一处来 什么让总监受伤的人是徐爱莲 我绝对不相信的说法 只要是了解徐爱莲的人 都绝对不会相信的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 就是抓上冤枉爱莲的人 我绝不了过头 李洁和徐爱莲两个人在一起出的事 你说谁愿望了徐爱莲 是李洁经理吗 不管是谁那么做 都不是故意想让总监受伤的 大宝 推你大哥 店长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你们就别再声张了 大宝 你就成全我一次吧 真是 善良过头是一种病 是一种病 你知道吗 好了好了好了 咱们别再给爱莲添乱了 让她心里好受点吧 那好吧 爱莲我们照你的意思去做 谢谢 爱莲 爱莲 谢谢 不用担心 您在外面等一下 嗯 你现在还有脸打电话 我想知道 她伤势怎么样 振宇现在在哪儿 怎么是你 受伤的人还能去哪儿 振宇现在和我在一起 她不想接你的电话 你不要影响受伤人的心 你别再打电话了 振宇 别动 让我来就好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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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结果怎么样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听说是个突发事故 看样子患者的运动神经 还是很发达的 大脑和骨头 都没有发现异常变化 但还是要注意 缝和部位一定要注意消炎 我给你开的消炎药 你一定要按时吃 好 好 承蒙您的关照多谢了 院长吩咐过 您是院长朋友的女儿的未婚夫 为了以防万一呢 今晚需要有人陪护 好好观察一下 那今天晚上 你就在你未婚妻身边 好好休息吧 那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先回家休息吧 嗯 好 谢谢大夫 好 朕宇一定以为 是我让他受伤的 今天奶奶打来几个电话 还有我爸爸妈妈 也打了好几个电话呢 怎么能告诉他们呢 让长辈们担心了 我真的被吓坏了 所以也没想那么多 不过我已经告诉他们 你没什么大碍了 可以出院了 所以 他们也没有那么担心了 我今天 真的是 被吓得要仅十年瘦呢 第一次 是看到旋连小姐胡闹 吓了一跳 紧接着 旋连小姐那模特衣架 砸到你 又吓了一跳 奶奶 奶奶 对 我们现在 正在回振宇公寓的路上呢 是 都听您的 好 奶奶 再见 奶奶也说 今天晚上 不能让振宇一个人待着 李洁经理 求你了 我真的不能辞职 放开 来 伤势严重可怎么办 他现在还在医院吗 还是回到公寓了呢 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来 吃药 谢谢啊 小心烫 已经很晚了 李洁经理 你先回去吧 医生不是说了吗 今晚得有人陪护 还得好好观察呢 再说 奶奶也这样说了 你不用担心我 不用了 我没事的 今天 非常感谢你 以后我会好好报答你的 我就这样回去 肯定也担心你 睡也睡不着 还有 你什么时候 才能把我当做是李洁 而不是经理呢 李洁经理 我们是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 我是多么喜欢你 我也喜欢李洁经理 作为共事的同事 我 真的是深深地爱着真语 一世 你也不愿意 和ol 还不愿意 我在那里 他才不愿意 她还不愿意 你不要担心 还是我们与我 还不愿意 有什么人 错误的事情是不能做的 为什么我们订婚是错误的事 因为我爱的人 不是礼节经理 我不能撇下那个人 和礼节经理订婚 为了那个人也为了礼节经理 订婚一事就算了吧 我不知道你心里面 到底爱的人是谁 但是只有我们订婚 才是真的为我好 我爱的人是 徐爱莲 我和徐爱莲小姐约好 我会始终伴随她左右 不让她受她伤害也不让她伤心 我要坚守这个约定 所以礼节经理 那 我的爱情呢 我的爱情就可以拿来伤害吗 我不想伤害你 你别折磨我了 求求你 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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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 留下来 振宇 留下来 不要去 振宇 振宇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别碰我 从我家出去 不需要更多的解释 我是说 我和振宇的关系 以后 你不要出现在百货商场 和这个公寓面前了 你看到她不信你电话 你还不明白 你看到她那样搂着我 你也不明白 你看到她没有出来追你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 振宇让我出来告诉你 她说 亲口告诉你 才能明白 看样子 振宇早就知道 因为脑子不好使 什么意思 是振宇让我出来告诉你 她说 从今往后 她不想再看见你 让你不要出现在她面前 什么 你让我再告诉你一遍吗 她说她再也不想见到你 让你永远不要 全在她面前 请她来 啊 啊 你好 民主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吹高你杯酒吧 怎么却更想你了 一直看过最美丽的话 也已凋谢了 那就这样断了吧 算了 那就这样忘了吧 放不下 就想把你你妈妈 是爱你的代价 那就这样散了吧 心啊 那就这样散了吧 拼命真假 只留下 换心都已吃花 梦醒前已不得 痛啊 过来过来过来 来来来 咱们不说过了吗 学业连原本完成一句的话肯定会遭人破坏的 让咱们猜对了 说的就是 听说在开业典礼上又可以见到我们可爱的花草了 要想证明 学业连说的是事实 可得有证据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有证据 真的吗 我跟你说 我们亲爱的柜台来了个小气鬼 那个小气鬼开业的一大早 他就一直在忙着退货 小气鬼的好奇心还很强 趁没人的时候 他一个人穿过围挡 在里边来了个先堵围快 徐爱莲什么也不让我们看 我们什么也没看着 他自己拿手机拍了好多照片 你知道吗 开业庆典那天 我们爱莲被整得死去回来的时候 他在一旁看热闹 他把乱战火就当自己不知道呗 你看他那副样 简直就是典型的小气鬼 就是就是 哦 对了 赵士者呢 赵士者没有看到吗 应该是看到了 可是他确实不知道 反正就是左右为难徐爱莲呗 徐爱莲多伤心啊 连个电话都没给我们打 我真想看看这蓄意迫害的人 到底是谁 我要见识见识他长什么样 一定是个丑八怪 连我这么高超的化妆术 都弥补不了这个丑八怪 大家辛苦了 没事 开业以后我会安排一次会餐 但是明天的开业典礼 一定要准备得天衣无缝 是 是 经理 你说话算数吧 马上要提升我为主管了吧 但是你要默默地等待 是经理 我 是 一 二 我 他说 从今往后他不想再看见你 让你不要出现在他面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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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您好 您已接管是 另外一份 减乎 绳绳 你刚刚说总监把那个小气鬼叫走了 什么情况 总监非常郑重地让他把手机借给他三十分钟 那后来他借给他了吗 当然 借给他了又不是别人是总监 有什么办法 反正三十分钟之后又让他去找他 他去了 亲爱的 总监又说把手机还给他 还说谢谢他 灵灵 朴总监会不会发现到了什么事 我也怀疑来着 我问过王大宝 可他说 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手机照片的事情 你是不是跟别人说了 不不不 绝对 这这这会是我 你有毛病啊你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是啊 伤口愈合得不错呀 您看 几乎看不出来 没上到别的地方 也算是万幸了 是啊 让您费心了 对不起 这次也多亏了李洁精心的照顾 我们振宇才能这么快地恢复 李洁 谢谢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奶奶这么体谅我 我真的很高兴呢 听说我们振宇受了伤 把我吓的 到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呀 我本来想去告那个叫薛莲的职员 可是怕他从商场撵出来的事情 和商场出问题的事情传出去 会对商场的形象有损害 所以我也就忍了 您想得很周到 先不说这个了吧 订婚首饰我来准备 李洁啊 嗯 我为你选中了一样礼物 和我们李洁正相配 奶奶 我知道您想准备 但是你不能剥夺你奶奶 为孙媳妇准备订婚礼物的快乐 结婚首饰你来准备就是了 你看奶奶对你多好啊 那两个孩子的订婚礼服 就由我来准备吧 郑宇 既然首饰和礼服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我们就订订婚的场地就好了 小姐啊 嗯 订婚场地你爸爸讲过 他会去预定的 真的啊 你们尽管放心好了 真是太好了 那我和郑宇 就等着结婚的日子到来就好了 夫人 我有话想对您说 我和郑宇 李洁经理的订婚仪式 对了 郑宇 在韩国今天早上早间报到 刊登了你们订婚的消息 我也是出来之前在网上看到的 还选了你和郑宇的亮照刊登了 前一日子经济周刊刊登 他们的订婚消息 您看到了吧 看过了 写得很好 小姐爸爸也很满意 那个报道是个误会 我是不会和李洁经理订婚的 报道资料已准备好 我就会刊登声明更正的 对不起 几位 我有事先告辞了 郑宇 你刚才说什么 祝民主持人李虾 用你做的手提包拍摄杂志照片 天哪 秀爱丽 你真是太棒了 你刚才说还有谁要来买来着 一会儿李虾小姐和一个女明星就到了 来了你就知道是谁了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其实你可以在这儿开一个网上购物商城 这样我就可以托你的福借一大串的超级明星了 那也会很麻烦的 不过对不起也谢谢你 你和我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吗 再说了就算比麻烦更糟糕的事情也无所谓 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要赚大钱 交医疗费 生活费什么的 听说这个干好了 可以赚比商场工资高几十倍的钱呢 我会好好干的 等我挣了钱 我想报拿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那我们就加油吧 好 耶 姐 你要办个网上购物商城 做了这么大工作也不告诉我一声 可真有你的 那我是不是也要把商场出房的工作词了 过来帮你啊 就这么办吧 反正也缺人手 如果你来帮忙的话还要谢谢你的 而且我还可以让你做你梦梦以求的模特呢 我可以做模特 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姐 姐 在韩国今天早上早间报到 刊登了你们订婚的消息 看过了写得很好 小杰爸爸也很满意 小杰爸爸也不想要 我们去承转看到了 你得咱们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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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夜坐好了 快来吃吧 把姥姥留在这儿 一个人行吗 要不我自己去也可以 别啊 回头买完布料 还有皮革这些东西以后 姐姐一个人抬得动吗 再说我们不是已经和护士 打过招呼了吗 回头看着姥姥 让她一个人跑到医院外面去 与其在这边干着急 不如赶快早去早回呢 快走吧 好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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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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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 谁呀 是我 于希瑶 于希瑶 不行 那可不行 不能交换孩子 露天会惩罚的 阿姨 这个 要带进坟墓 那怎么能行 天知道 地也知道 怎么可以欺瞒到底 小鹅的儿子不能和你的女儿交换 你就抚养你的双胞胎女儿吧 你小 你要是怕老天惩罚的话 就那样抚养吧 不要带走我的外孙 阿姨 求你别说了 阿姨 求你了 姐 你快来医院 姥姥醒过来了 她在找你呢 姥姥找我 我这就过来 姥姥 姥姥 您认得我吗 您能认出我是谁吗 艾莲 对 我是艾莲啊 我是艾莲 我是艾莲 我是徐艾莲呢 艾莲 我们可爱的莲 对 我就是可爱的徐艾莲 那 那她呢 她是雅妃 你认得吗 她是你的心肝宝贝 徐亚菲啊 认得 我们家的问题人物 徐亚菲 你今天说我什么我都不会生气的 姥姥 你可不要再这样了 这吓坏我了 你知道吗 雅妃 别再逃跑了 姥姥想你 雅妃 姥姥渴了 给姥姥拿杯冰水好吗 好的姥姥 为了庆祝你今天 能够恢复神志 我一定要让护士道一杯 最好的冰水给你 好不好 等着啊 姥姥 艾莲 我这个姥姥 我这个造了孽的姥姥 对不起 姥姥 您没有做错什么呀 您为什么要我原谅呢 如果要原谅的话 也应该是我 也应该是我 请求您原谅才对 您那么辛苦 把我们带带 我没有好好照顾你 真的很抱歉 没有让您安享晚年 真对不起 姥姥 我和雅妃 我照顾您的 以后 您可要健健康康地活下来 这样才行对吗 爱恋 爱恋 我的宝贝 这么善良 这么漂亮的爱恋 却因为我 对不起 都是我 原谅 老老 腹肌 老大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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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小大夫